今天主要的訴求跟我們是跟部長確認 就是我們昨天提出三大訴求的細節 第一個就是我們已經見到了部長 但是後續是不是能夠持續的關懷傷者 然後讓部長可以傾聽我們的聲音 這是我們主要確定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我們一直想落實 這也是我們跟罹難者家屬有極高的共識 我們都彼此互相尊重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成立 某種形式的獨立的一個監督機制 廣耀專業人士罹難者家屬傷者家屬 所有的人可以共同來監督台鐵 然後可以締造一個安全的一個乘車的環境 所以我們才需要外部監督團體 除了傷者跟罹難者家屬的代表 對於台鐵安全的重視 這個台鐵這件事情說 安全上也有很多需要專家 專家來做嚴格的檢視 那我覺得台鐵除了這方面 需要外部監督團體 是因為從普悠瑪之後他們就一直改革 那他們應該要研究他們改革為什麼失靈 從這個開始著手 才能對這次的安全改革有所幫助 各位近期跟我做一些說明 上次唐先生談到說 有我或是我們合定主祕來跟你談 所以我當時也聽到我們現參事說 希望能夠直接談 所以我也請我們主祕也找唐先生 跟家屬代表做一些討論 但是我昨天那一天三月二三的事 我也做過這個跟我們的同仁討論 沒有約好也是我們交付這個 對大家不好意思 所以我那一天這個就沒有約好跟大家見面 這個我們這個必須自己來檢討 我想說在整個太魯格事件 事實上我是從普悠瑪開始總體檢 事實上是我當時次長 帶著學者專家去做 當然當時的144項的這個改善方案也是 我帶領一群這個學者參加大家想出來的 那的確在這個整個改革的這個過程中 因為他是一個編主 所以我們當時的所謂把這個144項出來以後 有很多都是標準作為程序 然後有種台鐵來按照這個標準作為程序來做 所以的確有一些是並不是說 看到他很長的時間十年 他到底那發生什麼事 的確但是我們當時是把這個整個的這個管控 都是放在這個台鐵局